提起台湾乐坛的女歌手 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 叱咤华语乐坛的自小天后了 蔡依林 萧亚轩 孙燕姿和梁静如 在当年的热度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 但至今为止 似乎只有蔡依林还奋斗在乐坛一线 孙燕姿和梁静如都已经渐渐隐退了 久不露面的萧亚轩 每次出现在微博热搜上 也都是关于她恋爱的消息 甚至还自称是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才 而萧亚轩交往过的男友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年轻帅气 几乎稳定到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 为此她还被网友调侃到 没有人会永远年轻 但萧亚轩的男朋友可以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位天赋异禀的恋爱小天才萧亚轩 根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 在17年间她一共交往了15个男朋友 从演员到模特职业涉及各个领域 不过被人熟知的 还是她跟王阳明和柯震东的这两段恋情了 当时的王阳明可是被称为台湾第一帅 俩人在朋友的跨年派对上相识 王阳明看到萧亚轩的第一眼 就觉得她很漂亮 但俩想要电话的 却没想到萧亚轩更主动 不仅要走了王阳明的电话 事后还主动给她发了短信 没多久俩人就走到了一起 一个高富帅一个小天后 如此郎才礼貌的组合造就了一段佳话 当时的王阳明还在国外上学 然而见面的机会很少 为了去国外陪男友 萧亚轩直接放弃了当红的事业 拒绝出演 一起回一路 任性的飞往美国 而且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在娱乐圈里可是变化很大的 很容易被兴起之秀顶走 可一心扑在爱情上的萧亚轩 哪里顾得了这些 在爱情面前事业根本不算什么 但好景不长 俩人相恋三年后 最后因为生活观念不合分手了 一般来说分手后是做不成朋友的 但这两个人同属一个经纪公司 甚至连经纪人都是同一个人 职场见面也是在所难免 可谁知萧亚轩却更爽快 不仅跟王阳明一起拍微电影 甚至还带着她一起上综艺 在《康熙来了》中 两人更是大方谈恋情 连初吻在哪儿都回答得很仔细 接下来就是跟柯震东恋情了 当年因主演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和小时代 而爆火的柯震东 可是实打实的小先手 可惜之后因为吸毒事件 陷入丑闻成了污点艺人 不过她和萧亚轩在一起的时候 正是她事业发展最好的时候 吸毒是在分手后才出现的 但在事业上升期公布恋情 对艺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能让柯震东如此 一无反过的曝光恋情 萧亚轩的魅力可想而知 可结果还是跟她之前谈过的恋爱一样 差不多到了一年多之后 就都分手了 而且在柯震东刚宣布完分手后 萧亚轩便又爆出了新恋情 这样的无缝衔接还挺让人意外的 只能说我萧姐从来不学对象了 之后呢 柯震东就被爆出了丑闻 事业遗落千丈 遭人嫌弃 可作为前任的萧亚轩 却发文鼓励 让柯震东不要放弃自我 还表示会一直支持她 这样坦荡又宽容的前任 如今能找到的估计没几个吧 不得不说在感情方面 萧亚轩做的确实很到位 但你以为这样就能体验到 萧亚轩的快乐吗 那你就错了 在对待感情果断干脆的同时 自身的优秀还是很重要的 当初萧亚轩因为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直接爆红 凭借着第一张专辑就在台湾乐坛 站稳脚跟 可以说是十分的幸运 那时候她的歌可以说是当代潮流 其中的爱的主打歌 更是火遍大江南北 风头直接盖过蔡依林和孙燕姿 人火了各种商演淡言 自然也会随之找来 当年有媒体算过 2002年萧亚轩的收入高达3000万 20年前的30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时候萧亚轩的富豪程度 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但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 即便萧亚轩不走娱乐圈 也是个出身富贵的小公主 虽然生活在单亲家庭中 但夏亚轩的妈妈可是半导体上市公司 远超国际的负责人 传闻她的身价超过10亿新台币 这可是10年前的身价呀 那时候的亿万富翁还没几个吧 不过夏亚轩也没对外说过这件事 直到2010年她的妈妈去世后 才被媒体给曝光了 只想说夏亚轩是典型的 娱乐圈混不好 就只能回家继承10亿家产的代表了 所以说像她这样又漂亮又有钱的白富美 怎么会愁没有男生喜欢呢 这个Alva身边有很多帅哥 真的吗 她有帮你介绍过吗 没有帮我介绍 可是我常常在她身边看到帅哥 去哪里找的 就不知道 就出现在周围 如今夏亚轩又带着帅气的男友黄浩上了热搜 两人相差16岁的恋情 引来大批围观 甚至有人请夏亚轩出恋爱秘籍 毕竟她每次恋爱都是20多岁的小鲜肉 这哪个女生能不羡慕呀 最近她还带着男友参加综艺 在吐槽大会和女儿们的恋爱中狂撒狗粮 对男友的事业也十分的操心 前不久还因为黄浩可许上了热搜 医生给出的结果是压力太大造成的 对此夏亚轩也坦言 对黄浩要求过高 从她上表演课部说 还每日叮嘱她恋情 思潮想妈妈 忽然觉得黄浩的压力还挺大的 如今的夏亚轩已经41岁了 而黄浩今年才25岁 虽然不知道这段恋情的结果会怎样 但还是希望两个人可以走到最后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